我家是在山西 你在上海 你在广东 对 我在广东 你们俩好的时候 等于你从广东的公司 去他上海给他拍照 是这意思吗 我去广州 他是广州 他去广州 你们广州有公司是吗 我这脑子越来越跟不上了 我是上海做前台的工作 然后我兼职是拍照 我有一次去广州 说他拍照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这听明白了 那现在等于您在上海 是吧 对 您还在 佛山广州这边 你们俩就等于异地了是吗 是啊 异地了 就有一次他跟我说 他要跟哥们去吃饭 说好了11点左右回到家 我11点钟打了好多次 电话给他 他都没接 后来就接了一次 他就说他喝醉了 然后他说漏嘴是客户 然后我心里就着急了 要死了 还要喝醉酒了 我说异地 你说这事干嘛呀 他骗我 他对 他碰到我说是哥们 然后说漏嘴是客户 搞得我更生气了 你怎么办 我听明白就是等于 异地恋爱的过程当中 你对他不是很放心是吧 是啊 你觉得这姑娘欺骗你 是这意思吗 是啊 你咋骗人家呢 在这个事情之前 他就老是疑神疑鬼了 然后我微信想个啥的 他就过来看看是谁 然后这次喝酒嘛 我承认是我不对 但是我就是怕他瞎想 这个男生应该挺在乎你的吧 姑娘 我听这么一个细节 我觉得还是挺在意你的是吧 可能是吧 结婚是谁提出来的呀 是他 是我提的 我不要着急嘛 婚后准备在哪儿生活呀 就在他那边 就去佛山了 对 那女生还是愿意从上海去佛山的 这个婚后谁管钱 你们商量过吗 他说他要把钱都交给我 是他自己给我的 我也没给他要 现在就给了 现在钱都给了 对啊 给了 挺好的呀 怎么了 好啥好呀 我上次借我亲以前 他都要管我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恋爱嘛 我就没有必要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 而且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那我把存款交给你了 我也担心你 那存款是拿你自己还是拿我的 我也担心这样子啊 而且我上次我哥们问我 借两千块钱我都没借给他 你哥们能跟我亲戚那能比吗 我自己是有急事我才借给他 行了 不吵了这个 你给我评价一下这男生吧 你想嫁的男人 我就觉得他特别 什么事都跟我计较 他也不让着我 计较不让着你 行 你评价一下这女生 他还是对我挺好的 对你好 送我那些小礼物跟 给我买衣服什么的 对对 咱们说大方向 我还是 这女孩的性格好吗 性格 脾气还是挺大的 经常大声骂我 说我 打游戏经常跟我吵架 很古老 但是 谁打游戏 我们一起玩 我们玩那个吃鸡嘛 然后我就是有一把枪没有子弹 他说他那边有子弹 我说好 那你给我吧 他就扔到地上了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他说他扔到地上了呀 我说那你过来找一找嘛 他也没找到 我就生气了 然后他就还是在我一边 嘟嘟嘟嘟嘟嘟嘟 枪是夺理的 那我是丢在地上啊 我不可能骗你 也为了一点小事 那我怎么没有找到啊 那游戏有漏洞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你玩游戏就有漏洞啊 我以前怎么没有 你不知道而已吗 记得我要死也是 就你们俩这样还结婚呢 还是别结了吧 缓缓吧 为个打游戏也能吵起来 也拉黑啊 主要是他一点都不让着我 不是 那你们今天来 我们这节目是干嘛呢 我就是想让他改变一下嘛 改啥呀 不要那么小气 这能改吗 就是不要我生气 他也跟着我生气了 他要哄我一下 不是 你们俩是怎么决定结婚的 你们谁能告诉我 是他要跟我结婚的 然后你同意了没有啊 我跟我家人商量了一下嘛 就同意了 就是我家人说是先处的 那还结还是不结呀 因为彩礼的事情 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就如果彩礼达成了共识的话 就结了是吗 对 差不多可以结婚 从这个角度来看 彩礼是个好东西啊 能拦住很多事啊 幸好没结 你想结吗 我还是挺喜欢他的 我也带过他回家 我妈也同意他 都带回家了 是啊 你们家人都特喜欢他 我妈是喜欢他的 你喜欢不 我喜欢 他天天凶你 你还喜欢他 我脾气比他好嘛 但是他脾气有点大 对啊 那你喜欢他什么呢 他对我好 对我买衣服 他没 我喜欢他 就给你买两套 衣服就对你好啊 我喜欢他嘛 而且我又理解他的 你喜欢他什么呢 你都要结婚了 他要求的你对他的好 你能做到吗 我平时对他很好的耶 好啥呀 不是 不好你家啥呀 所以我就想让他过来这边 赶一下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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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